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看课本301M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 三百零月第二段 四五六第七行 这里是讲到六度波罗米園的布施 布施在前面 五身供法里面也有 应该是在百多页这边 120页这边 也可以参考 三幅页这里 三幅行 118页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 现在是讲到菩萨的布施 六度里面 第一个是布施波罗米 我们看 他说 本诵说 自己的身心全体 莫以自己的身体去为人服务 或将自己身体的部分 甚至生命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牺牲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祭奏 身及诸受用 三世一切善 未立诸众生 无习而行思 那么他讲到有三个部分 布施有三个部分 这个属于自己的身心的 身体的部分 比如说 佛陀割乐未因 舍身是否 这种的 另外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智慧 那么这一些 也是可以布施的 就是别人不懂 你跟他讲 你懂 或是别人不知道路 你跟他抱 跟他呆 那这种其实都算是 能够利益别人的一种布施 所以他说 这个身体 以及心 那所拥有的这一些 那甚至是生命 为社会 为国家 那么为这些众生的利益 就是只要能够利益到他 应用你的身心 那么心当然就包含很广 第二个 诸受用 升级诸受用 三四一切三 再解释这个基 那受用 一般我们讲受用 就是我们所拥有的 可以为我们所使用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叫做受用 那常常讲 有没有受用 有没有受用 就是你的佛法 你受不受用 就是你学习的佛法 那你能不能用 那对你 用的对你有没有好处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受用 受用这个名词 那就是可谓自己受用的一切资产 就是你所拥有的 你的车 你的房子 你的钱 就是一般讲 我所有的这些东西 那前面是我自己身心 所有的 就是我的身体 及我的智慧 我的能力这些 那现在有的是 就是可谓自己受用的一切资产 那资产一般是 资深的这些财物 能够在悲田 敬田中 如法的私隅 那悲田 就是面对需要帮忙的 可怜悲的 可怜悲的这些人 敬田 值得恭敬等 比如说佛陀 阿罗汉 那三宝 这一些 如法的私隅 那悲田跟敬田不太一样 敬田又五分 那比如说如果是出家人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世事供养 那对他一样 那一般的比如说你的父母 那也是基于他的这些需求 那父母一般把它放在恩田里面 一般有三种田 悲田 敬田 恩田 那当然父母也可以放在敬田里面 儒法的私隅 第三个 儒法不儒法 就是他后面也稍微会讲到 什么是儒法的 好 那后面再来说 那他说善法 三世一切善 自己在过去是 现在是其未来是三世中 所有一切的善法 那甚至这里分作世间善法 初世间善法 或是初世间善善的大圣善法 那这个就变成五称共法 三称共法 以及大称不共法 那这些善法 这一切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以众生 这是法施以功德的回向众生 那么这个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五称共法的世间善法 那么世间善法 基本上你行善就会有福报 那么你的福报你愿意 福报基层上包含很多部分 就是一个人有福报 他从哪里看出来 第一个他本身健全 本身是健全的 比如说身体五官 耳聪木铃这一些 那这也是一种福报 就是他的身心本身是健全的 眼睛耳朵 然后身体又比较健康 不生病 不常生病 那么这个是一种福报 第二个他的家庭 他所拥有的家庭社会关系 都是比较好的 善缘比较多 家庭也比较健全 这个父亲 父亲慈祥 母亲 那么父母都慈祥 那么又有能力 兄弟姐妹都和好 那么这也是一种福报 就是你自己本身有能力 那么身心健全 那么你的家庭 你的社会关系 那么也是比较圆满的 那么这个是比较有福报的 那么你拥有了这个福报 那么包括你比较有能力 有财产 有财产 那么这一些 你愿意来帮助别人 那么这个是所谓我们说的 事先善法功德 功德就是你拥有的这一些东西 那么你愿意奉献你的力量 奉献你的能力 那么尽量来帮助别人 比如说好 你能够做医生 那么你能够做医生 它也是一种福报 那么你能够考上医学院 然后能够做医生 有很好的医术 那么这是一种福报 那么你就贡献你这样的 努力的来医治病人 你很会做生意 那也是一种福报 你有生意头脑 你可以赚很多钱 那么你愿意教导别人 也赚这么多钱 而且你把你赚的钱 也就是来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这里讲的所谓 世间善法的功德回向 回向不是说你这边念 回向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看不到 实际上也没有付出 不是 回向是实际上有付出的 那你在做的时候 你还没有的时候 你就想到我做了 我得到这一些我要怎么样 我要用这一些来利益众生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回向的一种理念 就是你还没拥有的时候 你还没拥有的时候 你就有这种心 我拥有这一些 我如果得到这一些 我将把我得到的这一些 拿来利益众生 那等到你真的 因为你每次都有这种意愿 等到你真的得到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始会分 就好像很简单 你出国的时候 会多带一点钱 出国的时候会多带一点钱做什么 买礼物嘛 你去法国 去意大利 拿去哪里 那你会多带一点钱去买礼物 买礼物做什么 这个要分给谁 你还没去之前 你就先想好了 等到你去了 看到了买回来 就回来就分给他们 气是这样 那么这是一种 回向的一种概念 那我们的回向通常都是 口惠实不知 就是说 随手想想 也不出什么 就是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回向愿意债主 回向谁回向谁 念念念而已 实际上不是这样 而是你真的愿意 你真的愿意把你所拥有的 那么跟一切人分享 那在你还没拥有的时候 你就努力去追求这个东西 那等到你拥有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因为这是你的意愿 你自然而然 会去跟大家分享 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送完经之后 要回向 念完佛之后要回向 做完善事要回向 意思就是说 你送经有智慧 那么你念佛要跟佛学习 要像佛一样 会有这么大的慈悲跟智慧 那你做善事会有福报 你现在做善事会有福报 那么这些福报 会后来 未来会让你拥有某方面 比别人的优势 比如说你布施 你布施 那么你以后就是会 比较会有钱 那么你就以后有钱的时候 那么你会帮助这些贫穷的人 你送经以后比较会有智慧 你就用你的智慧来帮助这些人 那么你持戒 你就比较少灾难 那么别人在受灾难的时候 你不受灾难 别人受伤的时候 你不容易受伤 你就去帮助那些受伤的人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是真正回向的意义 就功德回向 那我们通常都是 通常我们的功德回向都是 就是随口念念 那么也不知道 自己真的拥有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 自己能够获得什么福报 比如说你送先 送先你到底能够获得什么功德 那你要拿什么功德 来利益众生 这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 你念佛 那念佛到底获得什么功德 谁给你 那你要拿什么功德 来利益众生 也不知道 你只知道 送完军要回向 念完佛要回向 那么送完包裁戒要回向 行善要回向 什么都回向 但是真正要来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什么都拿不出来 第一个你没有 第二个你有你也不愿意拿出来 那这个就跟回向的意义是违背的 但是多数的人 其实不知道回向的意思 多数的人认为的回向就是 我诵经我念佛 佛会给我功德 或是自然而来有功德 这些功德会让我越来越好 回向就是佛也把这些功德 分给谁分给谁分给谁 不是我给谁 是佛去分给谁 那这样的概念就是 反正我也不损失什么 我也不必做什么 我只要念一念就好 回向就好 让佛去分这些功德 不是这样子的 这样的观念 其实存在很多人的这种 就是我们一路来常常回向 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回向 那这里讲的 我们说世间的善法 初心的善法 初心的善法 世间的善法就是你的福报 你做一些善事 自然有你的福报 不失慈见 那么初世间的善法就是你的智慧 因为你怎么样断除烦恼 你怎么样休息 那么这一些观念 初世间上上的大乘善法 就是大乘的 不但你自己有智慧 而且你又有慈悲 能够帮助众生 而且你还引导众生都这样做 那么这个是菩萨道的 你自己做菩萨 你也叫别人做菩萨 那你拥有这样的菩萨的修行经验 你也告诉别人 教导别人怎么样成为一个菩萨 那么这个都是一种就是 一般来讲就是制作 教他做建作水行 我自己这样做能够获得什么 比如说我自己布施 我从布施中 我从布施中获得福报 我把我获得的福报来帮助 比如说简单讲 比如说我去做生理我赚钱 我赚了很多钱 我把这些钱 除了孝敬我的父母 然后让我自己过好日子 我也帮助别人过好日子 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善讨 那么另外这个我做生意 我让自己不会贫穷 让自己没有痛苦 比如说我修行我诵经 我让自己没有烦恼 断性烦恼可以得解脱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出世间的善讨 那你用这样来影响别人 让别人也这样修行 但是如果是世间的基本上是 就是说解脱到基本上是 我可以影响你 我就影响你 我影响不了你 我就顾好我自己就好 我可以帮你我就帮你了 我帮不到你 我也不去自己找麻烦 我帮不到你 那么就随便 随便 但是菩萨不是这样 首先菩萨不是这样 我能够帮你 我一定会帮你 如果帮不到你 我想办法怎么样帮助你 或是等待因缘 创造因缘来帮助你 我绝对不会说帮不到你就算了 不会 就是我帮不到你 我会想我怎么会帮不到你 没有因缘我就创造因缘 没有力量我就增加力量 没有资良我就是修行 修行这个资良 所以菩萨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比较老实讲 比较不容易 我们想一想 我们大部分佛教徒都是这样 都会帮助人 尤其是那些比较贫穷的人 像这种悲田 敬田 大部分佛教徒都会做 就是很愿意帮人 因为他了解因果 敬田也很愿意付此商保 但是如果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帮他 但是他一点感恩心都没有 我帮他不但自己没得到好处 还被他讲 我帮他 但是一直帮他 他自己都不努力 不掌心 那我还要不要帮他 那大部分都会选择放弃 我去帮更需要的人 我去帮会感恩的人 我去帮那种自己可以站起来的人 帮到他死 他都不知道感恩 帮到我要死 他都不会感恩我的 那我就放弃 我就不要了 但是如果是从菩萨道来讲 从菩萨道来讲 你不会放弃他 你只会 你只会去想说 到底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 我才帮不到他 因为你要一个人要影响一个人 基本上有三种方向 一个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这个力量 你自己的不一分 比如说我甲要影响这个乙 基本上是这样的 你说这个是假 这个是我们 这个不是他来讲 假设 要影响这个乙 这个是众生来讲 其实很多东西不太容易 那么一定是这样 我要影响他 回向就是要影响一个人 好的嘛 那么我想影响他 那么我要影响他 有因有缘 这个第一个你的力量 那么这个力量包含的 大部分包含是智慧 一般来讲就是你的智慧 善巧 你要有善巧方便 那你当然还有心 你还有慈悲心 不然你很容易就放心 那么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善巧 你要有善巧 所以波罗道之后才是方便道 你要真的能帮他 这样能帮到他 那乙的这个部分 你要观察 他第一个他有善根 那没有善根就要跟他做善根 他自己本身有善的力量 那就是他本身有善根 那你才能够帮到他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要先跟他 你要让他 你要讲给他听 他听不进去或听不懂 那重点是 重点是他本身要 你的力量就好像你这个 有五百 你的电流有五百安培 但是你要把电传给他 就好像这个电灯巴 也要有电传点 你用塑胶都传不过去 那重点是他要有善根 那你要有善巧 主要是这样 他要有这个善叶 主要就是也有善叶 有善根 那你本身也要有善巧 那你跟他之间 彼此之间要有善缘 要有善缘 就是因为佛 佛是非常有智慧跟慈悲的 但是提伯达多没有善根 他完全没办法接受 所以佛也帮不了他 佛会帮他 没有人比佛会圆满的 但是佛帮不了提伯达多 因为提伯达多 后来断了善根 就是他心中充满了邪见 他根本不接受 他根本不接受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要有那种善的力量 善心善业 善心跟善业 要不然 像佛也帮不了提伯达多 另外一种就是像 没有善人 比如说像 像阿难跟成东老母 成东老母是有善根的 成东老母是有善根的 佛观察他这个人有善根 他是可以解脱的 但是佛去度他的时候 怎么样都没办法 但是佛是有力量的 佛是有善巧的 成东老母是有善根的 成东老母有善根 佛有善巧 但是佛也度不了他 为什么 他没有善缘 佛就去观察 佛就放弃了 没有 他观察 那谁跟他有缘 阿难 所以阿难就度了成东老母 那类似像这样 所以像菩萨要立一个众生 第一个 你要先让他有没有善根 善根有没有成熟 第一个有没有善根 第二个善根有没有成熟 就是你影响得了 影响不了他 能够影响多少 这个你要观察的 那如果没有 那你先要让他结影响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们最常见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学佛很虔诚 但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家人不学佛 甚至排斥佛教 常常会有这种清醒 那你说 那我要影响他 可是我跟他讲 他就觉得我迷信 甚至他以前 对佛教的观念非常不好 很排斥佛教 可是我很希望 他也要迷信佛 因为我们知道 学佛是好事 不只是这一生 你对你深深是好事 我们很想影响他学佛 但是他有偏见 或是他曾经看过不好的一些事 那所以他对佛教很反感 他把某些人的行为定义到 所有佛教徒都是这样 把某些团体的行为定义到 所有的佛教团体都这样 所以他很排斥 那有时候甚至会怎么样 会毁谤 那你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你影响不了他 那怎么办 你就放弃了 不是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 他这部分的 对佛教的这种善根不够 那你要怎么样影响他 就是先让他跟佛教其善缘 就是你也许 就是你不用刻意讲道理 因为有时候讲道理讲不来 就是我们的善巧不够 怎么讲也讲不出个道理 我讲这个道理他不接受 那这一部分你就要学习 能够把佛法很善巧的讲出来 那第二个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是一个佛教徒 他看在眼里 所以你当你成为一个佛教徒的时候 你改变了非常的多 这一部分就算其他 他看到的佛教徒都是不好的 至少他看到你 你这个佛教徒代表是好的 他就在他心中 就对佛法 佛教 至少已经有种下一些 比较善心的种子 就开始觉得 就算他看到的佛教徒不好 但至少我在家里 看到这个佛教徒是好的 那慢慢慢慢慢慢 他才能够影响他 但是你永远不放弃要影响他 那一部分就是 我不会讲 第一个我不会讲 我讲不出个道理出来 那你就要学 第二个 我做 但是我做得很好 就是我改变了 我因为学佛改变了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他就是 你慢慢在跟他种善根 那他开始对佛教好了 那么你在 你在比如说 你在让他跟 比如说你要去佛堂 叫他载你去 他不愿意听没关系 他就载你去就好了 他就回去 那这样开始跟佛教结缘 类似像这样 那慢慢慢慢 就是说 一个人要影响另外一个人 就是本身要有善小 那对方要有善根 就要有一些福报 有些善业 那你跟他之间要有一些善缘 那菩萨要利益众生 他基本上会想 如果我帮不了他 问题是出在哪里 我的力量不够 他的善根不够 还是我们彼此的善缘不够 那你从这个地方去 去理解然后慢慢 如果我的力量不够 我就增加我的力量 如果他的善根不够 那我们慢慢影响他 让他种善根 如果善缘不够 那我开始跟他结好缘 所以布施基本上都是 布施最重要就是 先跟众生结善缘 你一直帮助他 一直帮助他 一直帮助他 就算他反对佛教 他在你面前 他也不太会讲佛教不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一直在帮助他 你为什么帮助他 因为我学佛 那很简单的道理 而且至少对你 至少他对你来讲 那么你是代表一个佛教徒 那么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就是说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在也要利益众生这一部分 他有时候会产生困扰 特别是这个众生是我们的亲人 那我们常常觉得帮不了他 那其实这个都是要从菩萨道里面 那么去就是说你 你第一个你那个善心 就是说你要利益众生的那个心 他不能退 如果是生吻他就不是 那度不了他就不度一 他度不了就不要 菩萨不是 菩萨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都要利益他 比如说像文殊菩萨 那文殊菩萨也有发十大念的样子 那文殊菩萨他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伤害我 没有善良 你不动的伤害我 毁谤我 然后我们当然 我要让你 我要让你不伤害我都不可能了 那怎么办 那这个人我还放弃他吗 我不放弃他 我不是自己受苦吗 没有 他是这样 你可以远离他 因为他会伤害你 你可以远离他 但是那个是 那个是生的远离 心不远离他 你发愿 你之所以一直要伤害我 要不是 就是我们之间没有善缘 就是有恶缘 好 那么我发愿 以后我有能力的话 我第一个先度 就像这样 你看他不放弃他 当然这种菩萨的精神老实讲 在现实上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 老实讲就是我也不太容易做到 你都这样了 叫我可以不讨厌你 我可以不伤害你 但是 叫我不但不讨厌你不伤害你 还要一直帮助你 这实在很难做到做不到 会这样 就是我们不容易做到 我可以 我可以不报复你 你骂我我可以不骂你 你打我我不打你 但是 叫我 叫我不要放爱心伤 还要一直帮助你 这我做不到 我顶多做选择 我远离你就好 我不离你就好 这个已经是 但是 这个从修行来讲 已经是很难得了 但是 这个 这个还比较是神文的修法 出世间的 就是我不跟世间的一般计较 就是我不理你就是了 可是 从菩萨道来讲 就不是这样 就是出世间的善善 就是说 你伤害我 跟我有缘 虽然是恶缘 缘有两种 一种是善缘 一种是恶缘 善缘就会彼此帮忙 恶缘就会彼此伤害 好 那你跟我有恶缘 你跟我有恶缘 那一般来讲就是 冤亲债主 报恩的 报仇的 讨债的 还债的 报恩跟还债的 他就是 对你看起来就是善缘 报仇跟讨债的 从你来这边来看 就是恶缘 好 那不管善缘恶缘 都是有缘 那么既然跟我有缘 我就必定能够度你 那我只要把那个缘 恶缘改成善缘就好 那么没有缘的呢 那就结缘 缘浅的呢 就加深 语言是会改变的嘛 缘有恶缘有善缘 有浅缘有深缘 有短暗的因缘 有长久的因缘 那你必须把恶缘 转化成善缘 把原浅的转成原生的 把它短暗的转成什么 长久的 那个都跟你的心有关系 你的心第一个你先 就是说你不但不跟他计较 而且你还想尽办法要利益他 只因为这个是你生生世世的愿 所以说菩提愿 那菩提愿要先有大悲心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退啊 很容易退啊 不要说大悲 那小小的悲心都容易退啊 不要说大悲 那所以菩提愿到不容易 就不容易在这里 但是其实如果你常常 常常这样想 常常这样想 那么慢慢慢慢 你那个悲心就越来越增长 越来越增长 那就会像魂书菩萨这样 你伤害我是跟我有缘 我未来必定要利益 那当然那是未来 那现在你不放弃他 你不放 因为菩提心不放弃任何一个众生 你放弃了 你只要是一个众生 你的菩提心就有缺陷了 就不是不圆满 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阿身 有色无色 有想无想 我皆应入无云内反而没肚子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不在你的利益范围里面 这个是出世间上上的大胜上法 那么这一切就是你拥有的这一切力量 拥有一切功德 不占为己有而愿意施予众生 愿意施予众生 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合相比较像 有一个笑话就是 两个人朋友很好 两个朋友很好 常常在一起 一起吃饭啦 一起喝咖啡啦 一起聊天 好像是生死是这样一样 那有一天 有一天这个甲就跟这个景说 哎呀如果我有两栋房子 我就送你一栋 那我们天啊好高兴啊 真是好朋友 如果我有两辆车 两辆汽车 我一定送你一辆 如果我有两百万 我送你一百万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 那一位的人就说 哇 心里面非常感动 如果以后我要有我就送你 他说那你如果有两辆脚踏车 你愿不去送我一辆 他说我不愿意 你房子都送我了 一百万都送我了 那你汽车也愿意送我 为什么脚踏车不愿意 他很疑惑啊 他说因为我真的有两辆啊 我真的有两辆脚踏车啦 那么我们回线 有点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们还没有嘛 有时候工作工作 回线给谁 给谁 所有的都回线 真的有的时候就没有了 我们没有要思议啊 没有啊 我们就不愿意了 真的有的时候 因为你后来修行啊 你福报大了 你真的愿意了吗 有时候没有 你通过佛法修行得来 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那你真的愿意来 把这一些都施于众生吗 大部分是没有的 通常会这样 如果佛有一点像一般人 去土地宫 去城隍业 去那边求 三太子求 给我送彩票一千万 我捐一百万 这样不要说 你给我送一千万 我捐九百万佛都愿意 因为我至少还得一百万 对不对 但是大部分 你给我一千万 我可以捐一百万 你给我五百万 我捐五十万 那这样一般人是这样 所以从佛那里 求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我诵经 一般我们就这样 诵经佛给我功德 那么因为是佛送的嘛 所以佛也给谁 给谁 那不是我送的嘛 但是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回向不是这种观念 回向是我送先有智慧 我用我的智慧来利益众生 我从经里面知道 不思有福报 我努力不思得福报 努力用我的智慧 获得很大的这一些利益功能 我愿意施予众生 不管是我的能力 我的技术 我的智慧 或是我的前掌 那么这一些我都愿意 用它来伴助众生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违向 那当然真正的大菩萨 它是毫无保留的食欲众生 那一般我们刚开始在修行的时候 没办法做到毫无保留 我们要先想到自己 然后这个也是正常的 一般人你说要一开始就毫无保留 那没办法 那在佛教里面也有这种的就是 你毫无保留你没有关系 你的家人就有关系 你的家人也会有关系 佛教界也发生过这种事 那个郑三果的居士 郑三果的居士他是已经建法了 他毫无保留 他很有钱大夫堂者 可是他的太太没有 他的儿女没有 他的父母没有 没有正果 他会觉得你怎么把我们家的东西 都去帮助人 那我们要什么 所以他开始会起翻 所以佛陀后来也 因为这些应该郑三果 郑三果这个居士 他毫无保留的都 他真的就是他所得到的利益 他所现前所拥有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东西 他都可以帮助人 那有一年刚好饥荒 大家都拖不到波 但是他很愿意捨 所以所有的人 因为他知道他这里可以拖到波 大家都去跟他拖波 然后导致你 他把他里面的东西都舍掉没有了 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儿女都没得吃 都舍出去了 所以就起烦恼 那起烦恼就忍急跟佛陀说了 佛陀就制了一个法 以后要去那边脱波 因为他不会 他会毫无保留 但是他的家人会起烦恼 他也要吃 所以佛陀就制定一个规矩 以后去他家脱波的人 不能超过多少人 那么只能有几个人去脱波 不能够 不能够所有的人去那边脱波 因为第一个他的妻子儿女和其他 他们也要吃 你也不能 因为他的发心 不能这样伤害他 所以这种也是有的 如果他对法 他对这种已经产生了一种 那种一种决定的力量 那么他也会毫无保留 但是我们一般 像我们刚才行菩萨道的时候 其实没办法做到这样 那么要修到某一个阶段以上 你对法非常的确认 那保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重点是 你总是要为自己 为自己的家里先保留一份 那么其余的 那么尽量的去利益壮事 那么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要到世上 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波数的人 有时候也没有 也不愿意 但是我们不找到 应该就是说 在你的能力 能力所及之下 你尽可能的去利益壮事 那这个 这个是一阶一阶的 不断不断 就是你能舍的东西越来越多 能舍的东西越来越好 一般像我们以前 刚开始布施学佛也是这样 我们什么东西拿给别人 自己不要的 自己多余的 是这样 那如果是 还有比较不好的 通常都是这样 一个自己不要的 自己很多的 或是 或是这个东西 比较不好的 那么尽量会舍 那慢慢就会 以前 以前我跟布施的时候也这样 也是都是自己不要的 或是多余的 然后 或是这个东西 也 掉 但是也没那么重要 也没那么好 反正就舍了 那比较好的 但是自己不需要的 自己不需要的 没有那么好的 那多余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很好 很有价值 但自己也不需要呢 通常不会舍 就放着 以后有可能需要 或是 或是 等看有没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比较重要的人 我去送给他 你不是送给需要的人 你是送给你认为 对你重要的人 但是布施不是 布施是 布施是给需要的人 而不是 他在你的生命里面 站着重要 能够影响的人 不是 是你能够影响他 那我们通常会这样 那这布施的重义是 你 因为你的布施带给他利益 但是你这个比较好的东西 要送给一个重要的人 因为你给他东西 会带给你利益 他以后可能会送你更好的 或怎么样 或者是生意上会比较好 或怎么样 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还是有这个 为了利益自己的心 而不是 你的着眼点 不是在要能够利益他 而是我这个布施 能够对我产生好的影响 利益 当然如果从功德来讲 他一定有好的 但是你的心是放在 他是需要的 那是在这里 像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领愿看到 比如说 路上有一个乞丐 你不愿意给他一百块 但是你愿意送十万块 给一个立法委员 给一个议员 只因为他 他未来能够在你的生意上 帮你忙 或怎么样 或是以后可能有什么事情 所以需要帮助到他 多数是这样子的 那这种布施基本上就是 一开始 一开始世间的人都是这样 等你学了佛之后 你开始愿意去帮助人 但是 还在一般的世间的上面 如果是菩萨的 如果是菩萨的 第一个 他的心就不一样 他能布施的量也不一样 这个其实讲到大圣不够法 这边就布施来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寻菩萨道 那么当然也是要寻心渐进 就是慢慢舍慢慢舍慢慢舍 那个舍心是很重要的 那这里讲到我们说 世间善法 世间善法 世间善善的大圣善法 那么都 你不管拥有什么样的 这一些功德 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 技术 智慧 这些财产 这些都愿意食与众生 那他说 这个就是法师与功德的回向众生 我们刚才讲过 功德回向不是我们说的 那么我们有功德 那么也把这一些很多的功德 佛给我们功德 也给所有的人多功德 不是这样子的 是你给的 不是佛菩萨给的 不是佛菩萨给你 你诵经是从经里面了解到 他怎么教我们 就好像你在读这本《成果之道》 诵经比较大家会误会 你如果把《成果之道》 从头到尾读一遍 那有什么功德 殷孙老师给你功德吗 没有 你的功德就是 我了解佛法师这样修 这样修 那你回去真的这样修 那你就得到这样的福报 那你有了这样的福报 当然你就能够去利益重生 气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你读完了之后 一尊老师就把功德给你了 你读了普文评 怪异菩萨就把功德给你了 读了金刚经 释迦牟尼佛就把功德给你了 你读了地藏经 地藏菩萨就把功德给你了 不是这样子的 是你知道怎么修了 知道要布施 知道要持戒 知道要忍入 你知道的这一些 当然你就开始有力量 那么你就能够运用你的力量 去影响你周遭的人 刚开始是影响你旁边的人 后来是影响越来越广 甚至你不认识的人 你都能影响 后来能够影响跟你有二元的人 能够把二元转成善元 能够把没有元转成善元 这三类一般都是看作自己的 以为属于自己的才有意义 但菩萨能为了利益诸众生 毫无顾及的修行故事 那么舍给众生 拿修行的功德来说 菩萨是愿意修集一切功德 回师一切众生 回师基本上就是说 我这样做了之后我会得到什么 一定是比如说信心念定位 比如说你有一些 比如说你布施了之后你就会有福报 然后这些福报你拿来做什么 像你去做工一定会赚钱 月底 比如说一个月结一次 十天结一次或每天领 不管 反正你一定会领到钱 那你拿这些钱来做什么 除了自己吃饭之外 自己的生活所需之外 那么你其他的你拿来做什么 那么一样的意思 那么你送完金之后你了解了什么 你会做些什么 你做了之后你又得到什么 你得到这一些之后 你又拿来做什么 那么这个都是要好好想清楚的 那他说修集一切功德 种种的功德 那回师就是你得到了之后 你回头过来 那么你怎么样去利益一切众生 使众生因而成佛 那当然从菩萨道来讲是 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的 那么从解脱道来讲是 希望一切众生都解脱的 那从五圣共法就是世间上法来讲 希望一切众生都幸福的 都升天 都在人 如果在不是人就是天 然后都是幸福快乐的 就是五圣共法 他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幸福快乐 那三圣共法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解脱 那大圣共法 大圣不共法 当然就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 因为我知道成佛好 我要成佛 我希望你也成佛 我知道解脱好 我要解脱 我也希望你解脱 我知道幸福快乐 幸福美满 我幸福美满 我也希望你幸福美满 心意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能这样的为他忘记而不失 才是菩萨的不失 重点讲到就是 不失不是为了自己好 而是为了众生好 那么这个跟密勒日巴有一个最后副主 他说自立之心若不楚 徒刑不失有何用 意思是一样的 他说 他是这样的 他说 自立之心若不楚 密勒日巴的最后副主 他讲得非常好 自立之心若不楚 图形布施有何用 布施最重要是立他的心 他说不修爱人欲爱己 超越欲就是超越人 你爱自己 其他人也在爱别人 他说不修爱别人 超过爱自己 口说慈悲有何用 他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实际修行 就是要修行到那个核心 那只是在那边讲 慈悲慈悲也没有用 遇到利益冲突 就慈悲不起来了 平常没有什么关系 也不伸害我的利益 那么我可以慈悲 一死他要到我的利益 我就不能吃飞了 他就是这样 那菩萨就不会这样 好 那重点是 就是第一个是立他的心 第二是爱人生过爱己的心 好 他讲了很多 但是这个是跟布施有关系的 再来一看 他有三种诗 下士为己师 中士解脱师 立他一切师 事则明 事则明大事 那这个 比较至于往那边是 上士道 中士道 下士道 下士 中士 上士 道理是一样的 同样的施舍 由于施舍的动机观念不同 功德也就不一样 重点是那个发心 发心不一样 布施就不一样 你是发什么心来布施的 那么 就是你布施是发什么心 那么他这个布施的功德 就不一样 这有点点像 你赚的钱是存到哪里的 买房子的 买饼干的 要去赌博的 要喝酒的 练一下这样 你那个心 因为重点是那个心 那如果你是为了幸福美满 那么你这个布施的功德 就是人天福报 你可以升天 以后可以有钱 如果你是为了解脱 那么当然 他就是解脱的因缘 如果你是为了成佛 他就是成佛的质量 就是那么你解脱 就是你是为了解脱的 那么你以后 你就容易脱波 脱到死窩 然后比较不会遇到饥荒 那如果你是为了成佛的 那么这一些都是 你菩萨道的质量 就不一样 所以他这里讲 发真上身心 而求人天功德的名下士 他有三种心 真上身心 出离心跟菩提心 就发心 一般我们讲 发心修行正果 发心修行正果 这三种 就是种俗脱 那也可以讲是因缘果 这个是因 这个是缘 这个是果 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出离心 跟菩提心 这三种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善法 出世间善法 世间善法 世间善法 世间善善法 世出世间善善法 这个大圣的 这个僧伟圆解的 这个是仁天的 五僧共法 三僧共法 大僧不共法 那修行修的就是 他基本上就是五戒十上 一样有布施 一样有慈戒 那这个二僧的 基本上就是三学八僧道 戒定慧 那这个就是修什么 六度四射 一样有布施 有慈戒 但不一样 心不一样 行 有些行是一样 一样布施 我是为了生天布施的 我是为了解脱布施的 我是为了生天慈戒的 我是为了解脱慈戒的 我是为了成佛慈戒的 我是为了成佛慈戒的 就不一样 所以一个是人天果报 人天果报 世间善法 一个就是解脱四双八倍 就是最高当然就正的阿罗汉 就正阿罗汉 世果 那这个就是成佛了 就成佛 就不一样 那重点是这个心 你看他一样有慈戒 一样有布施 一样有忍露 三浮邪也是一样 但是你如果是以菩提心来布施 那菩提心布施就是立他的心 那这个真上身心 是自立的心多一点 所以他说下世的布施看来是道德的 也是好的一般的行善 其实是出于公立心 为自己的人天福乐而无事 那么能够这样也了不起了老实说 那世间的人能够这样 其实是很好的 那么布施的功德是有的 当然有吧 那但极其有限 很快就想完了 很快就想完了 发出离心的名忠誓 忠誓是厌离生死苦的 为求解脱而施的 着重于解脱 不受财物等所累 而不重视立人的积极因 所以生文法中 有人宁可将财宝投入一大海 却不想用来立即贫穷 因为他已经有些 他已经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了他就怎么样 就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了 那你就是问他 你钱那么多 你这些那么重要 你为什么要丢掉 你给别人不是好 很麻烦啊 我给别人 我还想要给谁 那给这个给这个太多了 因为他要解脱的嘛 他觉得这一些 比谁来讲 你说好 我有一千万 那我要给谁 那我就要想 我这千万要给谁 要给他 要给几个人 那我还要安排啊 还要给这支 等一下给了这个 没给那个 等下又麻烦 干脆不要 我都丢掉就好了 我都丢掉就好了 我就省麻烦 因为他是解脱的 他也不需要这一些 他也不管谁需要 谁不需要 反正我不需要 所以他轻轻就好了 所以这种 这种就比较生文式的 就是说 他不想给自己带来麻烦 所以就不要了 所以不想用来力气贫穷 发普丁心的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在生文里面 生文里面 他基本上是不作词经营的 不永远 什么东西都不永远 他尽量让你 生文界里面 尽量让你越少越好 就是你拥有的东西 越少越好 比如说在佛陀时代 出家的生文的 基本上是三一一波 一只能三线 不能超过三线 波只能一个 你也不能两个三个 而且他还怎么样 你不能够 你这个波破了 还可以补 你不补 你就丢掉了 去拿一个好的波 如果给人家知道 如果大家知道你是这样 那么你这种心 是不被允许的 你必须要把那个最好的波捨出来 然后看哪一个人 哪一个人波最不好 你要拿那个最不好的 他就是要灌掉你这种贪心 那你拥有越多 拥有越好 对你的解脱越有障碍 但是菩萨来讲 他又不是这样 他本身不执取这些东西 但是老实讲 一开始如果你没有先 有那个波尔的慧 你要不执取 你拥有而不执取 老实讲 不容易 就是你拥有而不执取 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说我拥有一万块 跟拥有一亿 我的心都一样的 很少人没有办法做到这样 你说你给我一万跟给我一百万 我的心都平等的 很少人都会做到这样 宿我我也做不到 我也做不到 但是这个就是说 你必须要拥 但是他就是让你的 你必须就是说 你有波尔 那么你这一些对世间 慢慢慢慢 那个执取的心渐渐少了 那么对自身身体的执取的心 我执渐渐淡了 那么这样的话 你那个时候 你还没有的时候 你就要常常起这个大悲心 那个时候才真正有大悲 就是你不会执取的 这个一般人是做不到 但是菩萨他是 因为他不是修一世二世的 他是修很多节 然后渐渐渐渐渐达到的 所以这个叫大事 那他下次是为自己的人间福报 那么终是厌离生死 只是为求解脱 所以他不要了他都可以死 他不要他都不需要 他不需要全部捨掉 但是他捨 他捨不是真的要利益死 而只是不想 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累贅 他是要解脱的 那当然有一些是 就是为了比如说他还没出家之前 一般出家就没有永远这些 但是他可以捨 或是有一些他也要解脱在家 但是他是不想这些成为自己的负担 他就捨 但是如果是菩萨的话 他也捨 但是他的捨的意义不太一样 我们来看 他说 声文法 他讲 他说 普策的布施是为逆他而施 这不是说否定自己的布施功德 而不是从自己的功德着想 那个就是人间福报的 专为雨勒拔骨的逆他而施 这个人需要什么 我有没有 有 给他 如果没有 我想办法去拥有 比如说这个人有病 这个人有病 那我能不能帮他治病 而且我能不能找到人帮他治病 那如果我治不了他的病 我去学 如果我找不到人帮他治病 那我自己去学 如果我可以找到人 那我今天找到人来为他治病 就像这样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就是要利益这些众生 那专为雨勒拔骨的利他而布施 好 我们先休息食物中